男孩在坐车时发现诡异的音幕 完整的桥面竟被切割出一个大洞 而洞的下方则是万丈深渊 直到客车缓缓驶离洞口 男孩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客车突然被前方的工人拦停 而急速的刹车也不小心将男孩的手指划伤 就当他抱怨之时 却发现车内的电视突然没了信号 就连司机的收音机也放弃了奇怪的音乐 如此诡异的巧合让尼克心头一颤 与此同时 桥面上突然刮起一阵阴风 不仅将工人的安全帽吹落在地 甚至连桥面都被吹得左右摇摆 但桥上的工人却不以为然继续工作 殊不知身后的桥面正沿着切口处快速裂开 而这也导致桥面的钢索出现断裂 紧接着 桥下的钢架出现拖路 失去支撑的桥面便开始大幅度踏起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尼克所看见 来不及反应的他立马拉着女友下车 车上的旅客见状也纷纷跟上 然后不停地往桥头赶去 此时从车内洗手间出来的胖哥 一脸蒙圈的环势周围 当他反应过来时 却已经为时已晚 随着客车的高速坠落 胖哥从车尾滚到了车头 最后一头栽在挡风玻璃上 剩余的幸存者还在拼命地往前跑 可随着桥梁上的钢岸一一断裂 桥面瞬间被拦腰斩断成三级 运气差得直接就掉进去 而侥幸留在中间那截的人 却只能等着死神的降临 这时 尼克发现一旁完整的钢架 于是便让女友赶紧走过去 在尼克的鼓励下 女友成功爬到了对面 可就当尼克准备过去时 却听到了女同学的求救声 尼克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帮忙 然后将他也扶到了钢架前 可女同学因为眼睛被撞丢 导致根本看不清眼前的情况 好在女友通过不断地呼喊 为他指引方向 眼看这要成功获救 钢架却出现剧烈的 导致女同学静止坠了下去 虽然他会游泳 但上方掉落的跑车 却不停步 打下来 与此同时 桥面的钢缆接二连三的出现断裂 导致桥体往一旁倾起 一位光头侥幸抓住了钢筋 就当他往上爬的时候 一辆利青车突然发生侧翻 高温的利青让他面目全非 而此时的大桥开始摇摇欲坠 关键时刻 尼克和好友彼得纵身一跃 终于在桥他之前 抓住了对面的护栏 然而危机却并没有解除 一辆满载刚才的货车失去控制 滑落的钢管瞬间将彼得的身体戳穿 尼克被吓得目瞪口袋 在反应过来后便接着往上爬 但掉落的铁板却静止朝他起来 好在这只是尼克的一场梦 可还没等他缓过来 就被突然的刹车划伤手指 接着电视开始失去信号 收音机也播放着同样的歌曲 如此熟悉的场景让尼克赶到后爬 于是立刻让众人赶紧下车 可车内的人却不以为然 只有少数人选择下车 众人见状纷纷往桥头跑去 尼克和下车的人也因此逃过一劫 然而死神的计划却刚开始 紧接着尼克就被带到了警局问话 可无论尼克怎么说 警长都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最后只能定论于桥体结构的受损所导致 而尼克也因此被放回去 次日尼克刚参加完追悼会准备离开时 却遇见一个神秘人 尼克感觉心头遗产 但好友却认为他是不是精灵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死神即将找上他们这些信息 不为了再生 나他的信息 他们也被决定党